植物到作战 嘿 小娃 听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别这样 在一厢之前那样 脑瓜就又要忘忘的了 我可不想这样 行了小鬼头 看惩罚吧 小娃姐 你的惩罚分别是 一 说我喜欢什么或者谁 二 大声说三遍 我这句输定了 如果各位小老大们喜欢小鬼头 或者觉得这条视频不错的话 就三连支持一下吧 唉 我上次要嘴一同你呀 谁会喜欢说自己呀 没办法 低点吧 反正是自己定 而且只要说一遍 我喜欢成贝贝 这个算吧 有点赖皮了吧 不管不管 反正我已经说了 好了好了 成法已经结束 我们进入选择阵容环节 这期的素材投稿来自于评论区 主题是剧毒与狂暴 这里的僵尸阵容的三位爷 直接破防 小娃姐先选 排阶破诗很厉害 但是我先慢了 所以我先选个毒仙草吧 那我就拿西瓜排击炮咯 管它慢还是快 实力够就行了 我在那榴莲投手吧 真的是太纠结了 哼 小娃 你还想全部都拿不成 诶 这毒杂木啊 这归我咯 人的僵尸阵容 我都先学 我才不会纠结 我选军演 僵尸阵容就减少 别厉害我 不能道义 普通僵尸虽然吃了 宅宅萝卜 但是感觉二爷还是厉害 我想二爷 好吧 你吃了宅宅萝卜 就普通僵尸就回我了 阵容选择完毕 随机事件如下 一 开party 机方增加六个五王僵尸 对方增加三个五王僵尸 二 小飞滚来咯 机方增加三个Z科技 悬浮机器人 Z科技护盾机器人 和气球僵尸 三 根出者的小表弟 机方增加三个无法攻击 血量一万体型五十的根出者 四 找到报纸了 三位也不破防了 五 文明用语 机方最后一排 增加三个对方阵营 攻击力为零的嘈杂石六 六 毒不好用了 榴莲头手变成西瓜头手 西瓜排击炮变成榴莲排击炮 毒蝎草变成冰花 毒帐木变成三个火焰树桩 最近事件介绍完毕 小娃姐先投投资吧 来了来了 是六 榴莲头手变成西瓜头手 西瓜排击炮变成榴莲排击炮 毒蝎蓝变成冰花 毒帐木变成三个火焰树桩 这 成为阵容全部换了一遍啊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看我啦看我啦 我扔 是二 小飞棍来咯 机方增加三个Z科技悬浮机器人 Z科技护盾机器人和气球僵尸 小娃 抱歉啦 这局怕是又是我赢咯 好了 双方战友摆放完毕 我们战斗开始 谁从排放这种上就看得出来吧 这毫无悬念呀 一边熄熄熟熟 一边迷迷麻麻 还是先看吧 看也无敌于事 我赢是迟早的事 好啊 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啊 嘿嘿嘿嘿 嗯 还是 哼 这局算是我在在随机时间上了 不按照原始阵容的话 谁输谁赢不一定呢 哼 对对对 反正我赢了 嘿嘿嘿 告诉你 好了好了 这期的局务大作战争结束啦 期待各位小老大们的踊跃投稿哦 我们下期见啦